前面鼓 今天可以說一隻 江銅 江西銅熱 這個 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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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線的 手勢 這樣下來 穿了下降軌 第一條是這條 其實已經穿了 第一條已經穿了 很早已經穿了 第二條 穿了 這條 比較精準 先穿一點 它會消失 要很精準 停了 第二條 沒有時間 第三條 還未穿 應該 複雜 現在剛剛穿了 第三條 換言之 其實江銅 不好意思 給個花 確定 拔走了 一條 兩條 第三條 應該穿了 換言之 出現一個 線型走勢 現在 初步就出現 能不能夠 確認 就升上這個頂 確認線型走勢 成立 這個線型走勢 高位多少呢 就是十四個 十四個 十四塊 八仙 十四塊 八仙 就是線型走勢 這個重要的位置 拔完這個頂 就確認 就可以向好 現在 策略可以這樣 因為 就升近這個位 這個小型滑雜區 估計會先回一回 每回 就可以趁低 吸納 以這個為止蝕位 這個其實是一個 試過幾次的底 十二元左右 十二元左右的止蝕位 接著可以抽穿上去 那就不錯 因為 剛才說了 它出現了線型突破 而更加重要 就是最近 銅銅鐵鐵 大陸中商品的價格 就是這樣升上去 那些大行話 有些大行的分析師說 做好幾十年都沒見過 現在什麼都缺了 銅又缺 銅又缺 煤又缺 食又缺 能源 天然氣又缺 很多東西都缺 大家如果在街市買菜 就發覺菜都缺 換言之 就什麼都缺 對大宗商品的價格 就非常好 現在這樣的大場景之下 加上光銅自己 出現一個 線型突破 所以潛力 都是有的 只要將指示位 擺好 控制風險 可以駁它 就抽上去